大家好,我叫尖小轩,来自天津丁海,今年22岁 这次来泰山是想登顶泰山 所以专门找了一个泰山陪爬的小哥哥 还有就是我身边这位的副同学 大家好,我是陪爬副同学 然后拥有30多次陪爬经验 今天我们一定要登上山顶 这是提供陪爬服务的体育生傅领海接到的又一单 来自天津的尖小轩因为体质不好 想要登顶泰山来挑战自我 又担心自己难以坚持 于是找了陪爬 希望陪爬能提供鼓励,陪伴等情绪价值 而这也是很多人选择陪爬的主要原因 傅领海从今年5月份开始提供陪爬服务 到目前已经陪爬了30多次 每次收费在300到500元不等 他表示,做一个陪爬得做好很多工作 包括爬山之前的建议 穿运动鞋,平底鞋这些 还有爬山过程中提供情绪价值 然后鼓励他爬山 或者是还有一些 就是他爬不动了 可以扶一扶他,拉一拉他 就是帮助他爬到山顶 然后爬完了,还可以告诉他用热敷一下 然后避免第二天肌肉酸痛吧 给大家看一下我陪爬的过程中都带哪些东西 电解之水必不可少 然后鼠院中途可以饿了 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可以吃一下 然后基本上都是零食之类的 然后水 然后这种面包 然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些 然后戴着墨镜 然后可以拍照的时候用 我们在陪爬的过程中也会提供这种拍照的服务 然后现在这里是对松山 然后后面有好看的刻字 然后经常在这里拍照留念一下 扇扇子,用背包带拽,持续鼓励 这都是傅林海所提供的服务 在今年六月份 他更是因为背娃登山一度走红网络 此后的多个假期都一直有人找他陪爬 傅林海表示 这些找陪爬的人大概分两个人群 这种带有小孩的家庭 这种占一多半吧 然后年轻人也占一小半 像这种自己来爬 就是年轻人嘛 自己来爬 可能就是需要你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路上鼓励他 鼓励他爬上去 或者扶一把 帮忙拽一拽 把他拽上去这种 然后要是有小孩这种家庭 就需要你这个 也要提供情绪价值 还要帮忙把他的孩子帮忙背上去 或者抱上去这种 傅林海认为 近年来爬山运动热度持续升高 需要陪爬的人群也很多 所以陪爬业务也有很好的前景 收入也比较可观 但是从事陪爬行业的人 也需要具备相应的素质 第一的话他体力要好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要爬过泰山 对于泰山这个路径上都有什么东西 或者是还有多久到泰山山顶这种要了解 三点就是首先要保证客户的安全 有一定这种出现意外 能应对这种能力 大约三小时二十分钟后 陪爬傅林海带着雇主尖小轩 从中天门到了南天门 尖小轩表示 登顶泰山对他来说是突破自我 很感谢陪爬傅同学 首先我是真的有想着自己能爬上去 因为我觉得泰山也挺简单的嘛 然后反正一爬真的好累 我刚爬到二十分钟的时候吧 就想放弃就特别特别累 然后是小副同学一直在鼓励我 陪伴我 然后还帮助我努力地登上山来 我觉得很感谢他 登顶之后特别有成就感吧 然后也是觉得自己 终于突破了自我 终于也是爬上了泰山 动到了山顶 然后看到了这么好的风景 觉得很开心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